到台北去是生存 回高雄來才是生活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惠玲 我覺得剛剛聽了 兩位民進黨的朋友的講話 就是剛剛有一個三部 送給我們國民黨 我有一個三部 回給你們民進黨 我認為聽到議員的講話 我就覺得民進黨 在過去這兩年來 還要標榜說是改革 我們真的沒有問題 我們只會覺得說 經歷南部 尤其高雄 經歷民進黨長期的執政以後 今天弄了5000多個天坑 請問曾經為這件事情 向高雄人道歉嗎 你們到現在為止 兩年多的施政 非常的光怪陸離 我只能講 就是已經完全背離民心 然後你們只有三部 哪三部 不認錯 不反省 不抹黑 就不會選舉 這個就是我對你們 今天的講話的走評 你一定要說 韓國瑜是要什麼 是 對 你剛剛不斷的強調 說民進黨 陳其邁在高雄長期耕耘 你真的好意思講長期這兩個字嗎 真的 你們就是長期耕耘 耕耘到出了這5000多個天坑 耕耘到現在這個一片蕭條 然後高雄已經不再是第二大城市 被台中給抄過去 所以你如果要說長期 我真的非常認同 長期執政的結果就是這樣 更不要說你說高雄的負債 是因為縣市合併 請問知道馬英九時期 對這個城局在高雄的建設 每一項都是花了多少預算撥下去嗎 我下次把那個數據表帶來 所以你說這是中央集權 有哪一個中央集權會說 今天新北市一個園民館 你就硬生生的 因為你民進黨阿拔獨裁 硬生生把園民館給移到南部去 還有哪一個比你們的 中央集權的嘴臉要更難看 其實我講陳菊今天去 我覺得陳菊不要去比較好 陳菊你幸虧你是跑得快 遭遭跑到總統府去當秘書長 不然這最近這個淹水的事情 不要算在你陳菊的帳上嗎 你的路面如果撲得很堅實 會一下雨 就不堪檢驗到這種地步嗎 長期執政當然 陳菊在高雄的民調很高 被稱為難罵天 所以他不管出現任何災樣 他都可以繼續在他的自宅裡面 睡覺也好 按摩也好對不對 他就仗得他民調高 今天為什麼 你說韓國瑜 你說他臨時去 是不是臨時去 是 是臨時去 可是是臨時去 還可以在你們長期執政的地方 把民調追成這個樣子 那就表示高雄人 對你們長期執政 已經出現了極度的不耐 本來陳菊是要在這個 不中立 你怎樣 我就不中立 我明天講就是躺著都會贏 尤其在南部選個西瓜都會贏 所以今天這個秘書長 又跑到南部去幫陳其邁 但是我覺得你今天 陳其邁的一支廣告 已經說明了一切了 陳其邁的廣告 真的做得太好了 那支廣告完全就是幫韓國瑜 服選 他說高雄是一個非常適合 生活的地方 大家為什麼要到北部去北漂 因為在高雄沒有辦法生存 對 高雄有辦法生存的都是什麼 都像這種官二代 對不對 都是像你跟陳志忠這樣 你們住在美術館 那個高級地段 然後從來不會有天坑的問題 你們都不用工作就可以 比人家辛辛苦苦工作 就可以養家活口 所以你們當然覺得 高雄很適合生活 因為你們沒有生存的問題 你們不像高雄那麼多青年 必須要到北部來才能生存 還好意思做出那樣子的廣告 我今天跟大家講 我非常同意賴老師剛剛的講法 賭場是一件不能談的事嗎 是嗎 這麼多個地方 包括你們最崇拜日本 也在搞賭場 英國有沒有運財賭球 有 全世界都有 蒙蒂卡羅的王室本來要滅國了 本來要被法國接收走 因為他財政面臨巨大的危機 現在人家蒙蒂卡羅的經濟 摩納哥雖然是全世界 第二小的國家 但是他的經濟非常之好 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禁止 你禁止本地人進賭場 可不可以 你來創造一個高雄的經濟奇蹟 讓青年人能夠回鄉可不可以 長得一副好像道貌岸然 我就問台灣有沒有運動 有沒有彩券 有沒有彩券 彩券是不是賭博 是 是賭博 不要講得一副好像很清高的樣子 我們這街通通都不能沾 都不能什麼 陳俊遠在台北市廢工艙的時候 造成怎麼樣 造成私艙地下流竄 就是這樣子 我今天回到母語的問題 我必須要講 我是一個媽媽 我在網路上也看到別的媽媽留言 他說我的孩子 就母語既也不是閩南語 也不是客家話 可是我的孩子就被迫要去學校 學米南語跟客家話 那不是他的母語 所以不要再講什麼消滅母語好不好 我聽了都覺得很好笑 我沒有辦法教我的孩子 他學校學的母語 好不好笑 我是一個媽媽 我沒有辦法教我的孩子 他在學校學的母語 因為他學的母語就不是那個 今天很遺憾的一件事就是 明天黨永遠都是那種 大輔導沙文主義的角度 來看別的事情 就是覺得這是我的母語 所以也應該是你的母語 今天剛剛我們這個準市長候選人 黃偉哲市長候選 我已經是市長候選人了 對 他說 準市長 他是要說準市長 沒有 還沒有 他說我們可以各個學校交換 所以不管 不管菲律賓有幾種圖語 有很多想法我們都尊重 我的想法你也尊重一下吧 不是尊重你的想法 只是你們的立委 你們的立委不尊重人家 市長候選人的想法 不是這樣子嗎 今天一天到晚就要講說 要消滅母語 消滅誰的母語 今天如果說是菲律賓的土化 其中的一種 是他媽媽在家裡教他教得好 還是可以他到學校去學 會學得比較好 就是說這種東西 你要增進小孩子的競爭力 不然你就不要講說 賴清德就不要講說 英語是第二官方語言 你都可以講英語是第二官方語言 然後韓國瑜一講 你就說他是要消滅母語 要把他跟以前的威權的時代 在學校不准講米蘭語 講了就要罰錢 這種東西你硬要把它連結起來 我是覺得難道民進黨 今天真的到了一種 不談歷史 不挖過去 你就不會選舉了嗎 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現在就沒有那種威權時代 不可能在學校講 任何一種語言會被處罰 今天你們只是不認同他的理念 就要把它抹上各式各樣的標籤 我跟你講 真的談要罰假新聞 民進黨真的是假新聞的源頭 住宅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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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